引渡天人啊 第一次听寻法相 我真的是不明白 中国商人他讲的话 没有人打英文 原来他是当场Live的 透过大爱台节目 重复温习 3月后我也是慢慢明白 商人讲的法 不是100% 可是有那个想法了 慢慢慢慢 我也是开始做笔记那些 受英语教育成长的黄小青 对中文字太陌生 入金藏也是磨练记忆力 我会讲怀疑 可是因为他的字很深 我真的不明白 那个字是什么 然后那些又要比那个手语 我就是背罢了 这个灾难失败 我们可以用佛陀的教导 来行这条路 就觉得真的是 这个一大事出生的因缘 很感恩有机会参与 为了让同样情形的志工 减少挫折 共修资料要超前准备 有一个志工很好 帮我们放那个图里面 放英文字 所以我们很早就share给他们 叫他们有时间就在家里练习 开口洞舌举手投足 佛法尽在生活中 大约新闻 刘静新 黄文新 罗国聪 马来西亚报导 都在哪里有什么事儿